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所位于新巴萨老子街的建筑物非常引人注目 千万别给它的建筑风格给骗了 这其实是一间回教堂 名为老子回教堂 由一位名为黄征贤的华裔穆斯林筹办 建立于1991年的老子回教堂 是唯一一家属于华裔穆斯林的朝圣地点 在印尼的历史中也是唯一一家租借而来的回教堂 坐落于新巴萨唐人街地带 当时的屋主租借了两年时间之后 对于自己的房子被当成回教堂而表示非常不满 并且不想再租借给他们 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 黄征贤想到了向当时的总统苏哈多写信诉苦 表明老子回教堂是一所能够融合穆斯林 以及华裔的一个平台 坐落于唐人街 让老子回教堂对于华人而言有了几分亲切感 当时向总统寄信已经是他们别无选择的做法 但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回应以及帮助 他们顺利买下 并且在1994年由哈比比亲自做出开张仪式 新建这个回教堂 回教堂的起因是为了融合并且推广回教教导 让更多人意识到里面的真理 如果只看到这栋建筑物的面貌 很难发现它其实是一间回教堂 门前没有鼓 也没有回教堂屋顶独具特色的心悦作伴 而且还以红色为主 只有椭圆形的门顶透露出这个建筑物的真实身份 因为是华裔以及穆斯林这个宗教的结合 建筑物除了以红色为主 回教堂内随处可见的汉字书法 也是非常特别的 提高了回教堂对于华裔的亲切度 老子回教堂有四层高 一二楼作为伊斯兰信徒朝拜的地方 三楼则是回教堂委员会办事处 四楼是个多功能听 每年在戒约到来期间 每到周六下午 他们会聚集在回教堂里面 一起进行古兰经节说 以及一系列开斋与朝拜的活动 不只华裔穆斯林 而且还对所有的伊斯兰信徒开放 我们必须能够保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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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都新闻 李文芳 新打 采访报导 在这野区间 印尼老子清真寺 以当地的几家中资企业 最近举行了一场名为 散寨月分享爱心的启动仪式 这个活动从6月20号开始 到7月10号结束 他们每天会向雅加达一些 清真寺以及孤儿宴 分发开斋食物 拉近中资企业 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友情 为了庆祝斋戒月 雅加达老子清真寺 联手包括餐厅 以及旅游社在内的几家中资企业 在上周五举行了一场名为 散寨月分享爱心的启动仪式 位于雅加达辛巴薩的老子清真寺 是一家融中华文化 以及穆斯林文化为一体的清真寺 不管是内部装潢或者信徒们 都不难见到华人的踪影 该启动仪式主要向有意参与 这场活动的善心人士筹资 为雅加达需要援助的清真寺 以及孤儿院分发开斋美食 这场活动从6月20号开始 截至7月10号为止 主办方将每天前往不同的清真寺 以及孤儿院 借由这个神圣之月分享爱心 让在印尼的中资企业 谋福利的同时 不忘造福当地民众 我们发起这一次中国企业 慈善斋月分享爱心这次活动 主要是在印尼投资做生意之外 能够更多的去需要帮助的人 去帮助我们周边的社区 和周边的社区建立一个 良好的互动的关系 然后除了这个企业的责任以外 我们平时作为我们自己 作为一名穆斯林也有义务 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主办方希望 有益伸出元首的中资企业 或者华人华社 踊跃地参与这场活动 可以直接把所有的援助金 或者援助食品 带往老子清真寺 由清真寺的负责人规划分发 这场活动也有益于 驻印尼的中资企业 能够通过摘歇月的习俗 更了解印尼民众 进行摘歇时的传统文化 从而更了解印尼民众 为日后该企业在印尼的发展 打下稳定的基础 2011年开始开这个餐厅以来 就没有停止做这个 从最开始就没有停止做这个慈烂活动 特别是对这个印尼的孤儿来说 在摘月里面 我们一般是在摘月里面 做的更多一点 但是呢除了摘月 我们大概也有两三个月 也会做一次 邀请这个餐厅附近的孤儿 还有这个远一点的孤儿 还有他的父母亲到我们餐厅来 我们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 我们是在印尼的雅加达这边 通过老子金的寺这边 那么我们来搞一些 这种出散的一些活动 对于我来说 首先我是个穆斯林 那么我这么做的最根本的目的 是想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求得安拉的喜悦 类似的活动不只在摘月期间举办 但藉由这个神圣之月 分享爱心的活动 显得格外的有意义 中沙瓦省的赐水市的 正和清真寺 建筑风格独特 具有崇高的艺术性 正和清真寺是从2003年开幕以来 一直在印尼历史上 翻演了中华文化 沙瓦和伊斯兰文化 美好组合的重要角色 位于东爪瓦省四水市 象牙街的正和清真寺 以中国远洋使者正和命名 体现了中印尼两国 友好关系的渊远流长 辉宏大气 该清真寺通过各个方位的艺术设计 体现了独特的风格 清真寺的外形和中国的寺庙 极为相似 顶部的八角设计 迎合了中华文化中的八卦 寓意着吉祥荣华 体现了中华 爪瓦和伊斯兰文化的美好组合 清真寺的面积为11米乘9米 源自于爪瓦和伊斯兰的文化 9象征着在爪瓦岛传教的9位伊斯兰传教士 而11象征着卡巴天房 清真寺内各个角落 坠满中国吉祥物的图案 包括神龙和雄狮的图案 和伊斯兰真主经文交相辉映 散发着圣洁高尚的光彩 为清真寺增添了永恒长青的价值 东奴沙省西卡县的市民 在海上也兴建了一座清真寺 别致的宗教建筑赢得了漂浮清真寺的美名 东奴沙省西卡县的民众 大部分以捕鱼为生 从五年前开始 民众集资了五亿多顿 合力在海上兴建了一座清真寺 面积约120平方米的清真寺 耸立于90支铁柱上 尽管部分的建筑尚未完成 今年的摘戒月 该清真寺已经可以用来进行祈祷 这座清真寺距离海岸约75米 民众也为此新建了一座竹子的桥梁作为通道 为了迎接今年的摘戒月 当地的民众合力 对清真寺进行了清理并修建桥梁 以确保所有信徒们在前往清真寺朝拜的安全以及舒适 同时当地的民众也为此呼吁所有的穆斯林信徒 要齐心协力 为当地环境的卫生贡献一份力量 他们也表示 由于该清真寺的地理位置比较险峻以及独特 渴望在未来的日子能够吸引大批的外地伊斯兰信徒前来朝拜 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稍后带大家去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请不要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